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很多事情是预期到的 第一件事是人们说 为什么申请这么烦 有什么住址证明 有什么有差 从来讲的很简单的政策理念 你越要筛选指定派的人 那个手续就一定是越繁复的 而我觉得很好笑的地方 有很多政客就说 不如我建议你再去简化那个手续 重点从来都应该是 你就不应该搞那么多筛选 而不是搞完那么多筛选之后 我尽量去简化手续 这件事就好像你一直在带着那个态盘 打算转到右边 但其实你内心又想转到左边 结果左手和右手的方向都是不一样 那就互相抵消 但是真真正正我想讲的内容是什么 我也要讲回香港人真的很颠倒是非黑白 还有金如级记忆 是的 还有金如级记忆 第一件事就是 现在的人就出来骂 政府怎么搞错 搞得这么繁复 骂那些人就是当日 是支持用这个制度去筛选 申请派钱4000的政客 我不要这样说 他们不是支持这个制度 他们是反对上一个制度 他们支持筛选 譬如让我说 我们反对这个传民派钱 因为它是违反公共理财哲 有关什么叫公共理财哲 他们全部人都不知道公共理财哲 但下一句说 大部分派钱我们支持 因为我们赞成政府針对有需要的人 作出集中资源分配 譬如推差项 这个我想讲 因为上次我记得周显大师做一个魔鬼辩护士 他提到一件事 政府要精准派钱 目的就是要省钱 因为全民派钱 派最多 精准派钱派一百几十万人 原来现在是二百几万人 差不多三百万人 那么就省了钱 虽然它的absolute value是少了 但是这个absolute value 是在没有算退税退差项之前 如果你计算退税退差项 中援和公共免租 加上六百几亿 六百几亿全民派钱 其实都是可以派一万多元 如果你只计六千元全民派钱 就派三百七十亿 现在你搞这么多东西 整息整水 去到最后就只有一群人 可以拿到四千元 但是如果退差项的话 李嘉诚那些可以拿多一点 当然是 这些这么简单的道理 是你们上年泛民的政棍 当然包含建制派 我不要专对真 你联手贊成 现在政府是跟你的方法去做 所以被你闹回头 那问题是这样 所以你说我对于什么 就是泛民和建制派 是有一个基本分别 是 建制派本质上 就是一群帮有钱人的人渣 所以你现在反对泛民 因为他们是一群帮有钱人 帮建制的人渣 你泛民之所以是你的 或者本土派所有的都是这样 那为什么原来你们都是一群帮有钱人渣 或者是更帮 建制派帮有钱人渣 就是肯定的 人家收了一些 我说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当然他们要守护那些 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你们这群人 是号称帮港大贫富大众的 他们都帮了一些 不是属于你们的 他们永远都是这样 建制派也是这样 但问题是我们投泛民 不是人家投泛民 是因为 要帮贫富大众 为何你要这样 就是简单来说 建制派 他们是人渣是卖人渣 但你们卖解药 分别在这 就是所谓相同的东西 接着我们可以说到公共理财哲学 我其实很想作呕的地方 那群立法会员 已经是代表香港议事 但是他们对于公共理财哲学 他们只懂得名字 而且他们很喜欢用这个字 但到最后说出来 我发觉他们完全不知 什么是公共理财 有空读书 就是让我乔毛乔 有空读书 有空读书 你明白吗 各个立法会议员 其实都不知道他们 民主党也好 很多不同的议员都说 我的详细理解 你经常都说公共理财哲学 是反对派钱 究竟你所谓的公共理财哲学是什么 因为在我的角度来说 任何一个政府的措施 都可以一种公共理财哲学 派钱都可以一种公共理财哲学 就没有什么叫做违反公共理财哲学 违反他的 他所谓的公共理财哲学是什么 第一 他说我们要尽量帮助 最有需要帮助的人 还有就是用最少的钱 去帮助最多的人 我心想 这些不是公共理财哲学 这些是公共理财哲学 没有一个政府 打算帮助最没有需要帮助的人 也没有政府 要用最多的钱帮助最少的人 麻烦你们了 当然 我们刚才说 很多节目已经重复又重复 说了很多次 为何派钱 其实不是等于 违反你们心目中所谓的公共理财哲学 其实是公共理财哲学 很简单 你退税退税一万元 那就已经抵消了有钱人拿一万元 或者拿六千元的好处 为什么你不会提及这些东西 当然 退差响 对 他说来说 为什么要退差响 退差响 当然 这个也牵涉到一个问题 我都说 社会结构是不同了 因为以前 可能在十多二十年前 仍然有很多所谓中产 持住一层楼 仍然有很多中产可以 可以退税退很多 但他没有想过 现在社会结构已经完全变了 你们心目中那种中产 我还记得有些观众留言 你有五千万身家 我先说你自己是中产 先不要说这个标准 的确有些人觉得 中产的标准 现在可能是全香港只有10% 甚至只有5%人可以做到 现在有二百八十万人 可以拿到这四千元 或者拿到部分的四千元 意思是有二百八十万人 又不是中援 又没有拿到公屋 又没有退税 亦都没有退差响 你想想这些人 如果你说中产是物理上的中产 他们才是中产 我先说中产 看看你同不同行 派钱的哲学 因为他们应该都不太懂 派钱这个理由 这应该是源自当年Milton 1950年的时候 说negative income tax 但是大家知道 negative income tax 全部用cash value来派 因为他们觉得 是最低成本的 就是social cost 是最低 而且是最公道的 但是到最后 它是一个进化版 就是说 原来negative income tax 很麻烦 不如索性派钱 那你会再简单 这个叫basic 是全民基本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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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说 这个是再给佛利民说的 一件事进化一点 因为 盘定管理由要计 每个人做了第一份税表 尤其是外国 很多税表很麻烦 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份税表 所以 而且又可能牵涉到全民私隱 所有的问题 不如索性派钱 其实是这样 但我想这些是他们不论 当然 这个是其中一样 我也不详细说 因为讲了一节 另外一样 我也想说 香港人全部都被洗脑 完全忘记了 现在有很多人拿出来做一个对比 你看看当年曾俊华 他派钱多简单 我们多方便 现在你看看林郑派钱多坏 这是垃圾 这个陈茂波什么都不懂 我真的心想 你们是否完全忘记了 2011年发生什么事 我帮大家做一个历史重造 话说在2010年 政府已经出现巨额盈余 那时候曾俊华在想 我们可以回归市民 但我觉得派钱这件事实际上 太不应该做了 因为这件事 当然我知道 曾俊华说 曾俊华说 他觉得不应该派钱 因为他觉得派钱这件事 其实是没有公义性 这件事实际上 他就选择什么 他就选择一些没有交足税的人 或者一些没有工的强积金的人 就将这6000元进入强积金 他说 他如意识明 一年有6000元 十年有6万 其实每年入6000元 每年入6000元 每年入6000元 入到你退休的时候 你已经有几十万 帮助你可以应付退休生活 也好 但问题就是 香港人的想法就是 你现在入了6000元 我何时才能取得 你要我三四十年才能取得 你现在不会入钱给我 你令我更加生气 这个世界没有一样 更加令你愤怒的地方 就是他不是不给你饭吃 他给了一碗饭 不过他用罩罩罩 他说你过两个星期 我们就会开罩罩给你吃 你比你没饭吃 去到2011年 他又想这样做 那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最近泛民说 要向曾俊华全面开战 当年就是因为这件事 立法会已经有很多人说 如果你真的再做这一件事 我们就会向你全面开战 结果曾俊华在跪下 就想 我反正都决定了派这6000元 那时候财政预算案 大多数的事情都已经尘埃落定 那这6000元 我又想不到有什么方法 最有效的 令到所有人都接受到 那就派出去 他是被逼 他几乎被人找枪指着头 他才肯派此 不知道今天会变成英雄 很简单 我说三点 是关于三个人 第一点 你对于林郑的批评 我没有反对 第二 对于陈茂波的批评 我都没有反对 但问题就是 曾俊华只要被枪指着他 他觉得 林郑和陈茂波猛 不重要 我觉得不重要 你们觉得他最得限度 派了6000元 但我要讲到一件事 改过他 如果他那么喜欢派6000元 为什么2011年之后 去到2018年 是一元都没有派过 他曾经派过6000元 都做了一件事 如果泛民都曾经帮香港人争取民主 那我们永世都要投他 我们不会当作是英雄 对 现在的重点就是 这些人就是暗夸 当然你的逻辑很一致 他怎么都好过他 他好过谁 就不代表他一个好人 如果这样都搞不清楚 就不要评论 你听我讲 这个是香港的习惯上的一个逻辑 这个就是泛民他最喜欢 当他骂共产党 骂到人家那一刻 共产党上都很坏 但那一刻 刚刚那一刻赢的时候 那些文革怎样 搞定 六四怎样 搞定 不用说了 不用说了 我比你更好 那很简单 那别人不是说 你找梁振英做 找谁做 你是不是想政府瘫痪 现在起码都有政府 香港无论是建制派 民主派 所有的逻辑都是这一角 然后我觉得很悲哀的地方 其实周演大使刚刚也说得对 你用枝枪指着他 原来他会派 2012年到2018年 我不要说建制派也好 泛民也好 那你们在做什么 为什么你发现原来 找枪指他 他会派6000 你应该每年都找枪指着他 我现在就是关心他们找枪指着林郑 我想问 去年2018年 他们找枪指着林郑 但问题是什么 一 就指得太迟 有很多人说 不是 多年民主党都支持派钱 大佬 麻烦你查清楚时间表 他们去到2018年的1月尾 都还在支持 还在反对派钱 他们去到2018年的2月才发现 不对路 原来全香港的人都发现我们做错 都开始骂我们 我们去找枪指着林郑 第一 你已经指得太迟 第二 你指完之后更坏 因为你指完之后 她是派4000 她就用最枪复复的方式来派 在她用了这种方式的时候 你有没有继续找枪指着她 没有 然后我再说 去到今年2019年 我再提醒大家 当陈茂波宣布了今年的盈余 大概有400亿之后 你知道泛民民主党 他出了个建议的财政预算 又说 你退税退差项 免住公屋租金和终活 喂 学了一年是没有学过任何东西 2018年 泛民在民意吹逼之下 就有一班就拿枪出来 打算指着陈茂波 所以陈茂波就拿这种垃圾的 派钱4000元回来 喂 全香港的市民 你们全部都有责任 因为指着陈茂波那班是泛民 而你们有份投票给他 好了 不要紧要 起码有派 比没有派 现在这个说法都对 所以有4000元 为什么今年 泛民建议的财政预算措施里面 又不见了派遂 我当然也认为 我同意你的说法 但我认为 林郑的口硬过 生存了很多 你以前拿出来指着她 你是不是试试我跟女人吵架 你拿一张指着陈茂波都不会走快 我又要这么说 今年的林郑 我又不太同意你 现在林郑 其实你会看到 她很多事情都被人骂 好心你想清楚才出 很多事情都改口 为什么会整天改口 其实某程度上 就是她有利益 三岁分流 也打算不做 老人终缓 你又出了1000元 还有派钱 原本你不派的 现在又打算派4000元 原来都不是完全没得谈的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 不想拉这么远 拉回这个所谓精准4000元 我亦都要提醒各位观众 很多观众觉得 你看现在个人都罵林郑 你想想这个精准4000元 有哪些人心里面会偷笑 就是那帮社区主任和那帮区议员 特别是那帮泛民的社区主任 蛇叮了我就不够你多了 因为你们建制派有很大资源 搞那些不知什么case 帮别人去处理个案 我又不够你人多 唯一样东西可以打成平手 就是填表 你又是这样填 我又是这样填 大家都填表的时候 我便可以跟你平起平左 所以你现在看回 在网上也好 你在乐区也好 所有的泛民主派的所谓的社区主任 全部都松无松逆 挺开心 最后有一样东西是零成本 都不是完全零成本 但接近零成本 他们是工作人不需要 是的 而他们那帮建制派做的事 只能跟他们差不多 所以为何这些申请4000元 会这么复杂 其实由上至政府高官 下至一些区议会的社区主任 他们想一样东西 如果简单 你还要我存在做什么 如果突然间政府有很多东西 只是靠派钱去搞定 不用填表 不用搞到做什么筛选 那没有用了 我们 那个区议会 我只能够去做通市渠 去搞什么停电 搞垃圾桶 有几多人需要这些帮助 但填表是人人都需要帮助 所以这一件事 其实就是香港人集体有份促成 我都不要紧要 但你要记得你有责任 这是我觉得很悲哀的地方 我对于这个议会 我已经很失望 因为他们的致力 人民是致力很失望 所以没有说 问题是 你怎能够隔了这么多年之后 你将一个当日最不情愿做这件事的人 你将他捧成了英雄 而当2011年至2018年 就是这么多年以来 你这群泛民是完全没有想过 要找枪指着人的时候 你突然间会觉得 这群人是帮你争取的 而这群人在骂政府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他们无事 这个就是我觉得最悲哀的地方 好 这一集就到这里